各位兄姐妹,心靈珍保今天的主題是 讓神的愛作完全工作在心裡 以致在愛裡沒有懼怕第一部分 約翰一書第4章18節提到 愛裡邊是沒有懼怕 原來當神的愛在我們心裡做完全的工作 我們就不會懼怕 聖經提到很多關於永遠的事 神是永恆者,祂用永遠的愛愛我們 這份愛也包了我們今生至永恆這一切的需要 主更為我們永遠為人,走上十家 在祂裡完全沒有問題 今天是在乎我們如何回應和享受 去愛祂才是最幸福 在外面的愛,祂用永恆的錢 祂用永恆一書裡面 有句話是很寶貴的 在愛裡沒有懼怕 如果我做懼怕,因為我這個懼怕 我這個懼怕就在那裏還未夠完全 你未夠深入到祂愛裡 所以你有懼怕 即是神的愛未夠做完全工作在心裡 很需要祂的愛 做完工藝在心裡 在外面會做安全格, 只要他的愛, 無論是現在的事, 障礙的事, 無論發生什麼事, 他都在用這份愛來的, 從來都會爆起來, 他是要萬事效力的, 他說你,知道你永遠在愛裡面, 你是有永生, 你有永義, 現在正在享受那些永遠的事, 聖經濟說很多永遠的事, 很寶貴, 因為他本身就是自由永有, 他用永遠的愛,愛我,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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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的大祭司, 阿蘇他永遠為人, 同時是神, 同時是人, 永遠都幫我們, 永遠為我們活著, 做我的祭司, 會搞定你, 你幫神中間的問題, 任何事, 他會幫你搞定, 負責你一生, 直到永遠, 他是我永遠的大祭司, 那些大祭司, 獻了一次, 永遠的術句, 但給我們永遠, 大祭司, 寶貴我們永遠, 完全, 有很多永遠的事, 你回去試試, 寫下你所知道的, 永遠的事, 我想你很難記得, 聖經上太多, 波道太多, 可怕, 他本身就是永遠, 從寶貴到永遠的神, 到那份愛就是, 從寶貴到永遠, 他已經想完了, 為了資格, 到永遠, 預備了, 不會有流的, 他這份愛, 很可怕, 但是真的, 你還會繼續經歷下去, 你和我, 住在電中, 直到永遠, 還有, 啟史錄22章, 作王, 直到永遠, 很多是太寶貴的, 我不知道, 你的手機有沒有, 一按, 就把聖經關系永遠的東西都出出來, 多到幾乎嚇到你, 因為他本身就是自由永有, 去到一份愛, 是永遠的愛, 唱那份最高, 永遠, 最無微不至的愛裡面, 就撐出很多永遠的東西, 他知道你的需要, 你永遠的東西是否太貴呢? 如果有人負責, 你在身上, 太可怕了, 你看地上的東西會過去, 所謂租屋這年期, 你現在穿著的東西, 耐用極, 你知道也有限的, 你看, 我們有永遠的榮耀, 就永樂, 你的產業是不是太美麗呢? 他永遠與我同在, 他在我裡面, 我醒了, 我都, 哇, 他永遠在裡面, 說, 這樣真是, 繼續去喔, 在他愛中, 在愛裡不要懼怕, 現在的人, 很懼怕, 很憂慮, 現在的人不夠認識, 那個真相, 根本還沒有信主, 只是不認識, 就是對那份愛, 被摸騙都很厲害, 不夠認識神自己, 他對你那份愛, 最寶貴的真相, 其他東西在這裡出來的, 因為他那份愛, 他用他的存智, 存能來效力的, 愛的從他而來的, 我們愛, 因為他才愛我們, 那我一定是要認識和經歷他那份愛, 我才能夠愛他, 這個是最大的幸福來的, 他最要的, 一實在是最滿足你的心, 最快樂的, 你享受和愛和愛他, 完全是無比, 這個根本就是我們的標光來的, 我們愛他, 這個絕對是最寶貴, 最重要的, 他那邊不用說, 他一定是最愛你, 他才能夠愛你, 他太太太想, 你親愛他的, 他已經想幫你最緊的, 那又是差了你怎樣回應的, 他住在你身上, 他已經住在你身上, 這麼緊的, 四邊三二邊, 他定睛在你身上, 只是看你怎樣回應, 你怎樣去享受這件事, 所以這個是我的標光, 我似他就是信望愛的那個似他, 那最後就達到愛, 我似他,由他那種信, 住在地上為人的時候, 他完全依靠神的, 就信神, 所以他是完全無罪的, 所以他是完全無罪的, 他盼望離開, 使他經過十二架, 因為擺在他前面的喜樂, 欺漢羞辱, 而忍受了十二架的苦難, 十二架上他是愛, 他是使世人知道我愛父, 他不單有他為人那方面, 亦是神祈子那份愛, 加大書第二章二十節, 他是愛我,為我才起,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但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基督就是同寫的神, 同一個人, 他是我祭之一人, 他在我裏面活著, 那如果基督愛我, 為我捨起, 他是神的兒子來的, 這個神是這個人愛, 在十二架上, 他是一位來的, 一個person, 同一個神, 同一個人, 但是神的兒子成為人, 來顯出神的榮耀, 他的愛, 他親自來, 給我看見, 很具體的看見, 他對我這份愛, 永遠成為人, 就走進十二架, 到苦之後, 你看他多美麗,